今天就教大家做我很喜歡吃的雜菌炒菠菜 材料方面其實可以很有彈性 這次我們選了有新鮮的香菇 當然不少得要加幾片薑 首先我們先煮菇 我們用薑起鑊 然後加一些菇進去爆香 炒到差不多 當然不少得要加雞粉去調味 炒到差不多 我們先把菇先上碟 用同一個鍋再加些油 然後就可以炒菠菜 調味方面非常簡單 只是加雞粉和糖就可以了 我們將菠菜佔底之後 加之前炒好的菇 這樣就完成了 你今晚也回去煮雜菌炒菠菜 我們先煮雞粉